风水给我们居家生活,布置有着重要的指向标作用,如果在日常的居家装饰中,能够懂得一点风水知识,相信对家里的运势有着不少的帮助。 如果居家装饰布置得好,那么就会对家里的财运产生积极的作用,如果家里的装饰布置不符合风水的要求,那么对家里只会产生反作用哦,如果你家正在装修,一定要了解一下风水知识,一位风水师傅告诉我,家里切记不要再摆放此物了,看完后悔家里摆错了,如果你家有的话,赶快清理出去吧,一起来看看, 不要再加装厚重的窗帘 很多朋友住在高层,客厅的采光效果非常好,白天有着强烈的太阳冲击感,许多人为了解决这个强光的问题,就在家里挂上厚厚的窗帘 在风水来看,在客厅摆放窗帘有两面性,因为它可以挡住阳光的进入,同时也可以聚集阴气气场,如果长期拉上窗帘,当你习惯了这样的方式,那么,你就不想打开窗帘了 久而久失,客厅就变成一个昏暗之地,就算在高层,光现在好,也逐渐让家里的财运流失,倒霉是不断 家里财运不要放仙人掌,有不少的朋友在客厅摆放仙人掌,本身在客厅摆放仙人掌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不小心把仙人掌摆放在客厅财运的话,那么就有很大的风水影响了,仙人掌身体都带着刺,如果不小心把仙人掌摆放在财运,就算家里有财力来临,那么财神看到全身都是刺的仙人掌,他还敢坐上去吗? 如果你家里有这样摆放仙人掌,一定要改变地方放,不要摆放在财运,家里不要放来历不明的古铜钱在古代,古铜钱就是用来流通交易货币,但是时代不断变化,现在已经不用铜钱货币了,但是至今还是有不少的人喜欢收藏这样的古铜钱,从不管铜钱是来自于哪里,摆在家里以为就是古玩收藏家了,风水师告诉你, 这种古铜钱最好不要放在家里,容易沾染不洁之气,因气太重,旧衣服不要放家里,如果家里堆积着一堆不要的旧衣服,如果这些衣服是不要的,那么就赶紧清理出去,如果是还在穿的,那么就赶紧别放收好,在家里制造这样的杂乱景象,对家里的风水是非常不好的,风水的磁场稳定就被破坏, 久而久失,住了就难发财了,八字算命,手相,面相,婚姻爱情,事业,财运,阳宅风水,阴宅风水等,欢迎结缘,师傅微信,hrzq688 谢谢大家